2023年的科學新資又跟大家見面了 首先恭祝各位新年進步 科學的知識就連年都進步 是的 大家的水平和品味繼續提高 首先要恭祝一下 因為我下個禮拜就在日本那邊 所以也趁機放一個假期 短一個假期 所以我們那個節目的安排 如果是陳志豪博士都有識的話 我們應該在農曆新年之後跟大家見面的 農曆新年後 因為我自己都有一些事情忙 但是我覺得這個來到2023年 踏入第一個星期 怎麼都要做一些展望 所以我們放假還放假 公佈了之前 我們都找到一些資料和大家分享 是的 到年尾和年初 科學新聞相對比較少 其實是一時一時的 我經常想 那些人等放假是怎樣呢? 但是其實如果照這個星期來看 繼續有幾個震撼的東西是出來了的 因為有時你不是純粹是一個實驗 那些人放假 就少人去做實驗 有時你是一路去累積數據的時候 突然之間數據一到 你要出就出來了 你實習一些東西 所以我如果純粹是剛剛這個星期找 我們做完2022年回顧 其實2023年已經是 正是這個星期都有些新的東西出來了 除了說新的東西之外 我們可不可以預計 2023年會有什麼科學上的大突破? 好啊 其實我們都是去轉載一下大家 就是那個科學界裡面 會在2023年怎樣去留意有什麼值得去看的一個新發展 其實在我們上個星期 即是去年最後一集的時候 我們都有講過一個2022的回顧 都有提過類似的內容 但是這裡我再強調出來就是說 其實2023年在哪一些的學問上年 將會繼續有重大的發展 其實當然也有一些我們上個星期沒有提到的 也可以提一提 看看我們 未來2023年年底回顧的時候 那些東西就有多重了 會不會有一些意外驚喜 是的 有一些譬如我們上個星期已經有提過的 這裡再不斷提一下 比如說 講下一代的疫苗 我這裡講的不是說肺炎疫苗 是簡直是說普通流感的疫苗 都將會運用到那些叫mRNA技術 就是說我們如果香港打復必泰那種疫苗的那種技術 因為這種技術正正因為這個疫情 令到這個技術提早去趨熟了 也都是給一個在現實世界裡面 已經大量地被迫去緊急使用了 所以它的療效呢 成效和潛在風險呢 就很快就可以評估到下來 從而也都大大增加到 大家運用這種mRNA技術來製造其他疫苗的信心 所以可以預期的就是 我上個星期提到就是說 可能接下來 講連普通的流感疫苗 你多少 十幾架 二十一架都好 那它們是會運用到這些mRNA技術 來製造一個新的疫苗版本 這樣也不疲 但是都是那句了 以往那些這樣的流感疫苗 說有得打 你都未必連連去打了 這個完全是一個大家自由選擇了 但是起碼在這個市面上 你又會找到一個新的技術 讓你去更加全面覆蓋現有的流感疾病 那麼在這個疫苗的問題上 我們順便講一講 就因為現在很多國家都對中國的旅客 實施一個檢疫的限制 甚至有個別的國家就落閘的 舉個例子 比如這個北紅和摩托哥 是直接不給中國的航班去 就不只是中國旅客為人 即使中國來都不准進去 香港那裏呢 我上個禮拜都有一點驚慌的 但是現在反而日本那邊就放寬 先前講的那四個機場 其他機場都可以放寬 反而南韓那邊對中國的旅客 包括香港的旅客 要實施這個硬性檢疫 我們都可以重溫一下 現在那個問題是否有很多不同的國家 對究竟現在發生了什麼疫苗的變種都沒有掌握到呢? 現在呢 其實那個訊息變得很快的 因為大家當初最比較恐慌的就是說 中國在鎖了三年之後呢 大部分人都沒有什麼免疫能力 甚至乎他們希望透過疫苗獲得免疫能力的那方面的效果 都做得很差 因為第一 國內的人自己不信自己的疫苗 第二 實際上國內自己的疫苗 總體上的成效 就是效益真是比較差 即是無論你說科興國藥都好 他們的疫苗也沒有得到外面太多的承認 即是不是每一隻都得到承認 然後實際上的成效 差加起來的時候呢 大家就會預期突然之間會輸出大量的患者 那大家始終最擔心的那件事呢 就是病毒洗牌的效應 即是有些字眼 我們提過一提 現在都沒有人理的 就是Delta變種 Omicron變種 曾幾何時 我聽過一個Terms叫Delta-Corn 就是一個人呢 他同時感染了Delta和Omicron兩個變種 然後他產生了一個叫Delta-Corn的東西 而這個變種現在看 即是看出來也都沒有什麼成就 這樣就混不出什麼東西 但是呢 即是凡是你有一個這麼大的地方的人 突然大量感染 然後那個病毒去演化 甚至洗牌的機會呢 一定是增加的 還有中國大陸呢 它絕對有條件做到 幾個不同版本的病毒同時出現一起洗牌 它是最有潛質的 就是因為其實就是人家已經在興奮Omicron的時候 它還在興奮Delta 於是它們沒有什麼變種是特別贏的 所以一發的時候呢 其實大家就看看 大家在哪裡 開頭霸得多地幫它發出來的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憂慮 但是呢 又這麼說了 接下來會看到出來的數字好像很漂亮的 但是你會發覺整個局面 無論是中國大陸 或者在香港 或者在全世界都好 我就會覺得很冰火兩重天 你會同時間看到就是中國大陸很多人在醫院上非常慘烈 但是你也看到同時間大量的 就是更大量的中國人已經是康復 然後出來正常回復動 這個大的轉折將會在接下來這兩三個星期非常明顯 所以你問我呢 如果就算有個國家要不讓中國的旅客進入的話呢 我想其實都是暫停它三四個星期左右 等它那個疫情一過掉下去的時候呢 就是大家已經群體感染了的時候呢 那我想就反而不會封很久 就會恢復正常 但是你說大陸那方面這個做法是不是已經安排得最好呢 那我留給大家自己再評論 那如果你在那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 現在在中國大陸的現象是一個滯後的現象 而不是一個變化的現象呢 我會覺得是 因為其實別人的疫情爆發的同時 它有一些的那些控制疫情措施 而這些很多控制疫情措施 無論是社區區隔 戴口罩 不給糖吃 不給聚集等等都好 其實一個目的就是為了爭取時間 爭取時間拿來做什麼呢 拿來使大家去獲得免疫力 那這件事其實世界上大部份的地方已經做了 有意好無意好 一個比較進步的國家就是 一路可能感染上去 但是一路用更加快速度安排人打了疫苗 然後有疫苗之後也都繼續放開出來 就讓大家再接受正式的感染 那出來的後果就是 相對的傷亡會少一些 而且最後那個統計數字是看得到的 而且那個數字也很明顯看到 哪一種不同牌子的疫苗的成效是怎樣 都可以在這裏看到的 但是你說如果突然之間說放就放 什麼都還沒準備好的時候 你會看到幾樣東西同時一起出現 就是說你說是一個沒有計劃到的 滯後了的一個開放 你會看到的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判斷到 就是中國國產的疫苗 無論它用什麼方式都好 其實在這次那個抗疫方面失敗了 有這麼說 它沒有用到 反過來 MRNA技術這個賭博是成功了 就是當你看到各個不同技術的疫苗 它的成效 它的成效不是只說那幾多% 而且還要是說那個效力可以維持到多久 你會發覺那個MRNA技術的疫苗 在那個能夠維持免疫力的持久 以及它本身那個能夠抵抗病毒能力的百分比 都是軟勝這個國產的滅活疫苗 就是反而在中國大陸它的疫苗 就有用到普通傳統的滅活技術 還有也有用到腺病毒那種的技術 但是腺病毒的技術 英國的疫苗Extra都有用到的 但是英國那個 也有一個成效做得比中國的 就是同類技術的疫苗 可以這麼說就是說 新的技術那個疫苗的有效程度 是優勝於傳統的滅活技術 這個也推動到為什麼 就是說那些流感疫苗 大家都是想用新的技術去做 但是當然你說新的技術 是不是那個風險 一定是比舊的技術低呢 那我就會說大家再看回 那個數字那裡去引導出來 但是我會這麼說 那個風險都是低的 其實都是遠遠是低的 但是現在這麼說 去到那個病毒已經慢慢減弱到這個程度 打又點不打又點而已 是不是 那唯獨是說如果你是長期病患者 年紀大的 身體一路那個免疫力比較弱的 那你就需要去留意多些這些資訊 如果本身也是當打之年 普通出來搵食年紀的 那我就覺得不需要吵架了 打又打不打又不打都不用換表的 其實這些事情已經就是 那爭議就無需大家再投資了 你真是當它是流感處理的 你們不會和家人為了打不打 流感爭而吵架的 是啊 那這個情況現在去到現在 我相信很坦白這麼說應該是群體免疫的那個 就是加上了 是啊 我會說香港的市面現在就大家很怕一月八號 但是我們接下來就很肯定一定會看到 就是我們節目暫時會休息 就是之後會休息兩個星期 到一月尾才等台長回來 我們才開始 那我們先說完這句 中間這幾個星期你會看到香港是 那個數字會爆上去爆得很厲害 但是問題就是說 有沒有好好保護到那些老弱的群體 那其實就最後決定了你的防疫成不成功 對於普通市面的人 中多次又怎樣呢 已經中過原本那些了 再中一次就差極有限 那就是我會說香港本身就是 無論在那個疫苗本身 還是在那個患病 曾經患過病的人數本身 是有一個群體免疫的效應出來了 那所以呢 大家就可能是 就是最後看到那個數字上很嚇人 但是實際上就我想 那最後那個情況就不會像2022年年初的時候那麼惡劣 是啊是啊 那我們到現在就是都三年多了 我們可不可以總結就是應該有一個optimal的 就是最佳的防疫的策略呢? 很簡單的說 這三年來如果在頭的一年半 都不用多了 一年半 就是我在說就是從2020年的年頭 一直熬到2021年的春季那時候呢 那時候用一些比較強烈的區隔和隔離的手段呢 那時候是合理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在2020年的年尾我們終於等到一個疫苗出來 再等到它生產富運呢 其實剛剛去到2021年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可以打這個疫苗 到了打這個疫苗的開頭的時間 大家那兩針還沒打齊 也都不是有足夠的人打齊的時候呢 都還是要維持一個比較緊的措施 但是其實去到一個的 就是對於全世界都好 那你會發覺無論是澳洲啊 美國啊 英國啊 甚至乎新加坡啊 香港其實就都不是差得太遠 都是在一個差不多2021年年中到年尾的時候 開始放寬回那個措施 差在放寬的速度 放寬的程度有不同 香港是放寬的很少的 就是大家都很有意義 但是其實好像很多其他國家那樣 去到2021年年尾的時間呢 去做一個比較鬆一點的開放 是有情編的 但是又很有趣啦 就是如果你數一下 也是這個2021年年尾的時間 就開始有Omicron 這個變種 那麼捱到這個2022年的2月3月呢 就是很多的國家地區 包括香港那時候 就是很諷刺的 但是香港都相對用一個比較嚴謹的隔絕方法 但是最後呢 這個Omicron都是爆得很厲害的 其實在那個時候呢 如果在這一波爆之前 其實已經是有相當的群體做了這個接種呢 其實就已經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做法了 那什麼為之合理的水平呢 那這裡你很難說 其實我起碼過了七成 八成 其實這個就是你很難說 哪個社會過了多少成才對 因為你又要看那個年齡 那個裡面的人口的分部 那去到其實 你問我 就是過了那個三月過了那個波 去到四月 五月 跌回來了的時候呢 其實已經有條件可以全面開放了 其實已經不需要再做多餘的隔離了 其實就是 那你如果拍著這個 就是事後恐明的看回 你會發現香港總是將那些放寬的措施呢 是擺得會滯後 做了很多不需要的措施 而其中最無聊的就是要 就是抓一些人運到隔離中心那裡 因為其實你看回全世界都好 你留在家居家隔離 反而是相對一個比較合理的做法 就是你擺到去 就是可能你要做一些中央的隔離 那些什麼臨時醫院措施那些 那些但是你不需要全面地這樣去做的 不需要整棟樓的人都清掉去做的 你只需要照顧別人才移了去 就不要亂地是否都移了去 也都不要說只是緊密接觸者也要移過去 就是這些就多餘了 所以很多時候是那個 就是我會這樣說 方艙這個概念呢 去到2021之後是笑話來的 其實是 在2020的時候都沒有去合理 但是去到2021之後是笑話來的 其實就是 好的 那麼我們希望 就是無論哪個政府都好 都能夠吸收到這次這個 那麼 就是 思想慘烈的 瘟疫的教訓 我們這一集就結束了 我們下一集再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集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 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